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们将采用5G全覆盖 我也期待着如何能够用科技的力量 将2022北京冬奥会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让赛场上的运动员的精彩表现 影响到更多的人 尤其是青少年 这是冬奥会冠军杨阳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憧憬和向往 5月15号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起幕 当天下午 在亚洲文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 平行分论坛上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洋洋希望奥运精神能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同时他还以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举例 鼓励年轻人增加文化间的互动交流 青年朋友聊起了那部风靡中国的体育电影叫《摔跤吧爸爸》 而这部电影用体育的方式讲述着热血人生的一个奋斗故事 的确无论我们成长的背景是怎样的 在体育精神的特殊的影响下 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顺着留很多共鸣 生在中国 求学西方 又去到很多亚洲国家工作 分论坛上 全国政协委员霍启刚 说起这些年自己的经历时很有感触 通过走出国门 他更真切地感受到分享思想 文明交流的重要性 每个地方我都尽我所能去认识新朋友 去互相分享思想 以开放的态度谦卑之心 去了解他人别人的文化 你可能想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故事 但是其实社会之间文明的对话 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片子起来的 这个一个人的故事 我这可以影响那个文明交流的局面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亚太区域主任 沙琳娜米亚对中国志愿者文化很是赞赏 他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参与到志愿服务当中来 来自韩国的嘉宾张晶泰 在论坛发言时表示 亚洲是一个大家庭 只有认识到整个亚洲的历史 学习整个亚洲的文化 才能真正的认识自我 当天来自亚洲各国的青年组织 学术界 文化界 公益界 企业界等各领域的近300名青年代表 出席分论坛 共化亚洲文明互建 亚洲文明传承创新的话题